近日,根据媒体报道,2021年年底,瑞士联邦税务局基本完成了与上百个国家或地区移交相关离岸客户资料的工作。 这标志着全球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瑞士,放弃了其延续了近百年的银行信息保密制度。 而根据瑞士官方公布的数据,瑞士税务局已向合作方共享了约330万条金融账户信息。 这里面包括,账户持有者的姓名、住址、国籍、税号、以及税务申报机构、账户余额和资本收入等信息。 显然,这个动作足以在全球富豪圈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 钱藏在瑞士已经不安全了。 各种富豪、贪官、罪犯,也失去了曾经最安全的藏钱之地。 可能,有些人还不太了解,为什么瑞士的银行会成为很多人藏钱的地方。 这个问题,得从瑞士的历史说起。 首先,瑞士是一个永久中立的国家。 瑞士的领土,直接与欧洲曾经的四大旧势力,即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接壤。 此外,瑞士国土,基本上是山地,一手难攻。 由于四国势均力敌,谁也不放心这片土地,担心会被对方夺走。 19世纪,为了巩固各自的利益,欧洲列强签订了巴黎条约,一致承认瑞士的永久中立国地位。 此后的200多年,瑞士再也没有卷入过任何局部战争或国际战争,包括一战和二战。 当时中立的瑞士,成了全世界有钱人,逃亡的天堂。 战后的有钱人,也很清楚,把钱存在瑞士,不会受到任何政治影响,也不会有被冻结的风险,所以这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 同时,瑞士的银行,也建立了世界上最严密的保密措施。 1934年,瑞士实施了银行保密制度,各大银行,普遍采用密码账户、化名代号等管理方式。 说的通俗点,基础户只用在第一次存款时,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 此后交易和办理,全程用代码代替进行。 并且,任何人或政府,都无权干涉和调查。 除非有证据证明,该存款人,有犯罪行为。 1977年,这种保密制度,开始从法律上生效。 瑞士银行声称,只要人们,踏入银行,与其发生的一切,都将是秘密。 即使没有办业务,或是已经取消了账户,个人信息,仍然是秘密。 这可能是,最早的,类似比特币的系统。 不受监管,交易安全,隐私保密。 也正因为如此,瑞士银行赢得了全球客户的信赖,成了全球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 其实,现在通常所说的瑞士银行,是对所有瑞士银行的统称。 其中包括,最著名的瑞银集团,苏黎士银行,瑞士信贷等。 而资料显示,瑞士的银行,现在持有,全球百分之三十的离岸货币,总额接近,两万亿欧元。 很难想象,这片,和海南差不多大的土地上,近聚集了,约全球四分之一的个人财富。 当然,不少贪官,富豪,恐怖分子及罪犯,也看中了,保密的这一点。 纷纷把钱,转移到瑞士银行,目的就是为了偷税漏税,藏匿不法资产。 2015年,当时瑞士国际法理事会会长,曾对外披露。 在瑞士拥有银行账户的政治人物,多达数千位,而并非谣传的,只有数百位。 这些人中,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其他高级官员。 而随着流入瑞士的不法资产,越来越多,一些人开始对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产生了怀疑。 2000年,瑞士曾做过一项民意调查。 结论显示,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只为富人和奸商提供好处。 百分之十的人,希望彻底废除该制度。 他们的理由是,偷税漏税已经上升到了,严重犯罪的高度。 瑞士银行保密法,不能高于国际税收权益。 但即便是这样,也没有改变瑞士银行的态度,直到一个国家的出现。 那么,是谁逼迫瑞士放弃这个制度的呢? 也许很多人,已经想到了,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民众的怒火,烧向华尔街。 美国司法部,把讨伐对象,瞄准了瑞士的瑞银集团,要求瑞银集团,交出美国客户名单。 否则就会遭到,美国司法部起诉,摘掉他们在美国的,银行营业执照。 权衡利弊下,瑞银集团,最终做出了让步,不仅交了,高达7.8亿美元的罚金。 还破天荒地,向美方提供了,几千名涉嫌逃税的,美国客户资料。 但瑞银集团,没想到的是,这一让步,却引来了更多的炮火。 2009年,美国和德国,以涉嫌税务欺诈,和帮助公民避税为由,对瑞士银行,发起诉讼。 2011年,因再次怀疑偷税行为,美国司法部要求,使一家在瑞士开展业务的银行,出具其在美国的业务档案。 2012年,美国与德英议席,四国达成协议,要加大,对国际逃税行为的打击力度。 矛头指向的,也是瑞士银行。 2014年7月,美国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正式生效。 该法案要求,和美国有关系的,国外金融机构,都要向美国提供,其掌握的美国纳税人的账户信息。 受到美国法案的启发,2014年,经合组织在总部巴黎,也发布了全球税收情报。 自动交换新标准。新标准,基本与美国法案无异。 说白了,只要在经合组织的,这个法案上签字,就可以要求瑞士银行,提供客户数据。 这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擒天霹雳。 因为法案,堵住了一些人,藏匿资产的重要渠道。 2017年起,新交换标准,正式生效。 2018年,瑞士通过法案,向首批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信息交换。 涉及信息包括姓名、住址、国籍、税务申报信息、账户余额等。 2019年,数据交换名单,扩展至80个国家。 中国也被耐入名单之中。 如今的瑞士,已经基本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游戏规则。 这是一次自我救赎,还是迫于无奈呢。 显然,没有欧美等,主要国家的施压。 瑞士,断然不会主动坏了自己的生意。 一个靠离岸金融而生的国家,此举无疑是自掘坟墓,但它还是扬起了锄头。 瑞士的这一改变,普通民众当然感受不到。 但从几年前,瑞士向全世界做出承诺的那一刻起,便会有无数的人挤背发凉。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迎接他们的将是无数个不眠之夜。 接下来的日子里,处理这么多的钱,成为了这些人最头疼的事。 但是,没了瑞士,离岸资金都去哪儿了?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从2017年开始,比特币出现了一波不小的涨幅。 还有报道称,在2014年,瑞士同意签署信息交换法案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账户被转移至其他几个抵制透明举措的离岸中心, 例如巴拿马和迪拜。 当国内媒体询问,这些离岸账户是否涉及中国客户时, 瑞士相关官员并未给予正面回答。 但可以确认的是,中国非法外流的资金数额绝对不是小数。 2018年前后,网络上曾流传着一个惊人的传言。 根据瑞士银行公布的消息,100位中国人的存款合计达到7.8万亿。 这个消息,后来演变成,2018年,瑞士银行公布100位大陆贪官,存款合计7万8千亿。 传言愈演愈烈,让网民一度哗然。 但实际上,这个数据的源头,来自于普华永道和瑞银集团发布的, 2018年,亿万富豪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的数据, 中国共有373名亿万富豪。 这些富豪共拥有1.12万亿美元的资产, 折合人民币约7.8万亿元。 换句话说,所谓的7.8万亿, 既不是100位中国富豪的资产, 更不是100个贪官的资产, 而是373名亿万富豪拥有的资产总和。 其实,也难怪会产生谣言, 毕竟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最容易产生猜疑。 但这些人,转移到海外的资产, 究竟有多少,依然是个谜。 到2021年年底, 瑞士税务局基本完成了, 移交相关客户资料的工作。 可以说,瑞士的保密制度,已名存实亡。 不过,一些先知先觉的贪官巨股, 在心惊胆战的同时, 其实,也早已找好了新的落脚点。 但毫无疑问,在各国合力下, 未来其他渠道,也将会和瑞士一样, 面临着,越来越严密的封锁。